现在送你7日Alanda好货加VIP服务 让你用会员价买置底产品 体脂网流行了几年 这个说自己测试到体脂、水分率、肌肉量 那个又说自己测试到身体年龄、内脏脂肪、骨重 那究竟哪一步才是准备呢? 除了看重之外,其他数字又是怎样得来的呢? 有关这种种的问题,我决定一次过买了坊间市面上五大牌子 当中包括有 莫雷克X、小米、Alfie、欧姆龙、Tanita 价钱由百多元到最贵的七百多元 在测试之前,我们去了医疗中心测试一次inbody 就知道他们准不准了 先讲基本的磅重,每一部机是磅错的 最多都只是相差100-200g 那体脂又怎样呢? 测体脂最准的是欧姆龙 它是五部体脂榜里面最接近诊所的结果 诊所测出来的是21.2% 欧姆龙测出来的是23.4% 两者都只是相差1%左右 而其他型号平均都是差3-4% 五款体脂榜两种设计 分别只是检脚的4点和手脚并用的8点 手脚并测的体脂榜有欧姆龙和慕雷克X 测到的体脂大约是22%左右 但是测脚的小米 Alfie、Tanita 测到25%和26%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体脂榜是透过发出微量的电流 利用人体内水分导电 而脂肪不导电这个原理 测量身体内的电阻 再利用电阻的比率 知道我们身体的脂肪有多少 然后利用Formula 去计算身体各部分的体脂率 所以手脚并测的8点 测体脂的时候会比单单只用脚的4点更加准确 继续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AD研究所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还有 我们AD研究所的网站已经上线了 每次做完环屏的产品都会以超优位价发售 快点进来看看吧 有人说喝完水会影响测体脂的结果 那我就试一下 我就一次过喝了500ml的水 测试一下究竟是否真的有分别 从图表可以看得到 5个磅喝完水之后是有变化的 但是就微不足道 最多都只是相差1%左右 所以经常觉得自己起身会水中的 又不需要太担心 其他好像是吃完东西 冲完粮 做完运动 都会稍稍影响这个测试结果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只是测试一次 反而是每日固定时间测 测一个星期 从而得出一个平均数 会比较有参考价值 除了准确之外 怎样拿回数据又或者储存都很重要 User friendly的一定是有Apps的体脂榜 因为体脂榜的按钮都会比较小 好似Tenita这一款 虽然它很轻身 但它没有Apps 所以每次都要蹲下起身 这样都很烦 一点都不方便 虽然欧姆龙它没有Apps支援 但它胜在有手柄 看数据的时候都会方便一些 5款里面有3款Apps 当中包括有 Muleich X 小米 和Alfie 我自己就觉得 小米和Alfie的版面相对来说 是清晰和好用 一页已经展示了上迹的数据 亦都可以拿回之前的数据进行比较 好方便 两个Apps同样都可以绑定Apple Health 相反 为什么我说Muleich X的Apps不好用呢 不是因为它版面不清晰 而是它的蓝牙整天都断线 下下都要自己按出手机蓝牙设定 才可以做得到 但小米 Alfie 这些 基本上你一站上个绑 它就会自己帮你搞定 加上它測体脂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小米 Alfie 这些只是用了5秒的时间 但这部机要用20-30秒才可以测到体脂 才可以测到体脂 相对来说真是很慢 而且你要很有耐性地站在 动了一点都是测不到的 又要重新再测过 正所谓一分前一分货 同样是手脚并测的欧姆龙 虽然贵一倍 但手柄是金属设计之外 测体脂的速度亦很快 输入资料 磅重之后基本上5-10秒已经有结果了 亦都可以看回之前的记录 它的键上面写完说明 不需要再看说明书 哪个键打哪个键 5款体脂磅可以测量数据如下 莫雷克X 19 项 小米 12 项 Tanita 10 项 Alfie 8 项 欧姆龙 6 项 不过除了体重 身高 BMI 这些是必然准确之外 其他都是利用自家公司的formular 计算出来 所以只可以当作一个参考 我自己删完这个体脂磅之后 得出的结论就是 体重真的不需要日日磅 也不要太在意这堆数字 数字都只是一个参考 在你吃饱饭又重1公斤 喝杯水又重0.5公斤的情况下 其实体重怎样都会存在1公斤上下的浮动 体脂磅 測体脂 都只可以当作一个参考 如果你要更加精确地 測量身体内脂肪 就要去找专业人士 例如医院 诊所又或者健身室 其实最重要都是你自己觉得健康和舒服 当然你的体重不是超肥 又或者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大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放松一点 不要太在意数字上面的变化 相反 如果你追求的是体态 身形上面的美 亦都可以选择做gym 又或者做运动去维持 做运动还做运动 都记得要订阅我们 终于又猜完一样东西了 上次那堆未卖完 今次这堆又来了 这堆都会放在网站上面卖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去看 支持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